错怪陈梦了 0比4惨败孙颖莎事出有因 新乡冠军赛电视转播透露了一个细节 揭秘陈梦输球的真相 孙颖莎赢球真的是太幸运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在刚刚结束的WTT新乡冠军赛女单半决赛中 陈梦 孙颖莎 咱们国拼两大核心王牌进行了一场强强对话 但是在这场比赛中 大家也都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孙颖莎 以4比0的大比分横扫陈梦而晋级到女单决赛 将会跟王毅迪争夺女单冠军 那么在这场半决赛被大家定义为提前上演的决赛 这两个人都贵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两个人作为目前女单实力上最具竞争力的球员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强强对话 原本被大家定义为是一场时均力敌的较量 但是没有想到比赛却一边倒 倾向于孙颖莎一方 甚至陈梦在比赛中他的状态全无 竞争力全无 束缚了自己的技术能力的发挥 就像是有什么样的困难困住了他一样 对吧 让陈梦在比赛中毫无还手之力 四局比赛 11比5 11比5 11比7 11比6 四局比赛可以说输得很惨 没有任何一局能够给孙颖莎构成威胁 那么两个人真正的实力差距有这么大吗 很显然并非如此 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 陈梦跟孙颖莎之间 两个人就大赛的经验 技术能力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旗鼓相当 甚至陈梦在经验上还更有优势一些 那么随着陈梦经历了职业生涯的 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低谷之后 让他的心态也更加成熟了 所以说如今的陈梦 已经完成了很好的蛻变和升级 让陈梦他的心态 短板补强之后 就具备了去冲击孙颖莎 这样一个冠军位置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了 但是呢大家也很纳闷 为什么在这场比赛中 陈梦又是败下北来了 要在前几轮比赛 他的整个竞技之路都是很平顺的 3比0 3比0的横扫 包括上一轮比赛也是击败了早田 对吧 能够看出陈梦在本战比赛 他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出色 但是为什么在这场与孙颖莎的决战中 却一下子给崩掉了 那么这一定是事出有因 他不会莫名其妙的崩盘呢 陈梦不再是因为自己的技术能力 或者说因为心态的问题而崩盘 这场比赛的崩盘一定事出有因 那么他的输球究竟是什么原因 当很多球迷都在责备陈梦的时候 似乎我们真的错怪他了 因为通过电视转播的一个画面 我们找到了最终的答案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就是比赛中陈梦不止一次 在痛苦的捂着自己的肩膀 那么这个肩膀就是自己 反复经历了很多次伤病的肩膀 那么他的肩膀的伤情 已经在此前的陕西拳运会时期 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如今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之内 也是反反复复没有停过 这就暗示着 其实陈梦的这个肩膀的伤病 真的是不容乐观的 那么陈梦他的肩膀的伤情 严重致冤 影响到了他的本场比赛的发挥 本场比赛中突然爆发的肩膀的伤势 旧伤复发 导致他比赛中完全限制了 他的技术能力的发挥 让陈梦在比赛中完全陷入到了被动 如果说本场比赛 他没有肩膀伤势复发的话 打出此前与早前吸纳的那种状态 他咱不说会能赢下孙颖沙 起码赢孙颖沙两局三局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他不至于惨败给孙颖沙 所以说这场比赛孙颖沙能够在半决赛中轻轻松松横走陈梦进击 孙颖沙确实是很幸运的 对吧 确实是撞了一个大运 运气爆棚了 没有对于孙颖沙的体能造成任何的损失和过度的消耗 能够轻松进击决赛以一代劳去跟王毅迪争冠 他也抢占了先机了 所以说孙颖沙在这场半决赛中确实是运气不错 因为如果陈梦不遭遇伤病的话 这将会是一场非常惨烈的半决赛 即使孙颖沙晋级的话 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体能会遭遇很大的损失 但是陈梦的伤病让孙颖沙无疑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轻松晋级 而孙颖沙也成为了本战比赛最有机会拿下女单冠军的那个王者 那么我们再次也是祝愿陈梦能够早日的摆脱伤病 争取在澳门冠军赛上上演王者归来 打出一个好的成绩吧 我们也拭目以待